大家好,我是KyoKyo 來到今天的禮拜,我們會繼續翻譯JLPTN3的文型 我們今天翻譯的是第94個文型 第一個,に対すでに対する 前面是根名詞 第一個說明就表示是對...是動作的對象 後面多數的意見和感情解釋 相當於另一個座詞的文化 例如我們看看第一句的例子 私の質問に対して先生はわかりやすく説明してくれました 對於我的題文,老師很簡單很容易明白 這樣就進行了說明 至於第二個,接觸也是根名詞 表示每... 即是數量的比例 例如我們想說每一位出席的人 分配兩份資料 這樣就可以說 出席者一人に対して資料を二部 配合適 又或者有時候我們煮菜 的時候你想說三比一的比例 混合它 這樣就可以說 所謂三に対して 数一つの輪に合いで 混合 將醬油和醋二三比一的比例 混合它 另外 接觸三不僅是名詞 分別是動詞的普通形 加の い用詞加の な用詞加の な用詞加nano 妹妹の部屋はちなかでいる 姐姐的房間很乾淨整潔 但妹妹的房間很亂 多數都會發送給大家家 可能姐姐不太好 妹妹成績就不太好 或者哥哥很安靜 但弟弟很吵 有些不同的對比 可以使用 に対して 有時也可以使用 ケレドモ 接觸 第九十五個文型 についで 前面是名詞 表示是關於 即是跟にかんして 是一樣的 但這個比較口語化 我們看看第一句例子 吉田先生のついで は自分の将来についで 真剣に考えるきっかけとなった 就是吉田先生的課堂 成為了我認真思考自己将来的契機 這個例子很容易明白 即是 についで 我覺得挺常用的 因為我常常在日劇 或者看文章的時候 都看到についで 所以大家可以記住 はい 今日就來到這裡 明日我們會再找另外兩個文言 明日再見 如果你想找三字卡 就去我的IG 如果你想看日本的資訊 就去我的Facebook 明日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byebye